我叫小美,是个孤儿,几个月前我也有爸爸妈妈,但是有一天妈妈消失了,爸爸也被警察抓走了,所以我成了孤儿,被送到了孤儿院,在这里没有人愿意和我玩。 有一天我看见老师正在和一对年轻的夫妻谈话,没过一会儿老师过来告诉我,以后这就是我的爸爸妈妈。 我很开心,我终于又有爸爸妈妈了,终于不再是孤生一个人了。 我跟着新的爸爸妈妈回到了家里,爸爸妈妈对我真的很好,给我买了新衣服,给我买了很多玩具,而且还给我做了很多好吃的。 我也终于体会到了幸福的感觉,但是有一天,妈妈突然告诉我,我要做姐姐了。 但是看见爸爸妈妈开心,我也很开心。 几个月后,妈妈从医院带回来一个小不点,看得出来,爸爸妈妈很喜欢她,我也很喜欢她。 但是当我过去想要看一眼的时候,妈妈突然对我吼道,让我不要过去。 我是做错什么了吗? 后来爸爸妈妈陪伴我的时间越来越少,而且有时会因为一些小事就打骂我,我每天都很乖的,为什么爸爸妈妈开始不喜欢我了呢? 有一天,弟弟突然哭了,我本来想过来哄一下,但是妈妈回来,却一把把我推倒在地,并且告诉我,让我离弟弟远一点。 韩说,当初就不该收留我,我到底做错了什么? 我没有做错,是弟弟的错,如果没有他,爸爸妈妈就不会这么对我。 一切都是因为弟弟来到了这个家,事情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 如果弟弟消失了,是不是爸爸妈妈对我就像从前一样? 这个想法在我心底蔓延开来。 直到有一天下午,妈妈带着弟弟出去散步,我就跟在后面。 到了路边,妈妈只顾着和朋友聊天,把弟弟放在一边。 看着一直乱动的弟弟,看着快速驶过的汽车。 我的心里又出现了那个想法,如果弟弟消失了,那是不是一切都会回到从前? 正当我这么想着,没想到弟弟的车真的翻了,弟弟也滚到了马路中间。 我看着在马路中间的弟弟,看着还没有发觉的妈妈,还有远处来的一辆汽车。 是不是很快,爸爸妈妈就会像从前一样对我了? 紧接着砰的一声,一切都结束了。 可惜的是,弟弟并没有消失,在最后一刻,我把弟弟推开了。 我看见妈妈惊慌失措地跑过来,但是她直接掠过了我,抱起了弟弟。 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,只要弟弟没事,妈妈就不会难过,而我,也已经解脱了。